第五千五百七十集 爹 够了 萧静也感到了不妙 内心悲痛 飞身冲了出去 挡在烽火灵组剑锋面前 哭着大叫道 烽火灵组正式打开杀戒 癫狂如魔 骤然看到萧静出现 那誓杀阴狠的眼眸 出现了呆滞之色 手中剑僵在半空 静儿 是你 烽火灵组与声颤抖 看着萧静又看到了 萧静后方不远处的夜晨等人 萧静哭道 爹 你是顶天黑地的大宗师 怎么认了天心老祖当主人 烽火灵组道 我 我没有 只是 他想要解释 但五官骤然扭曲 露出了极其痛苦的神色 左手捂着脑袋 右手将剑扔在地上 冲着夜晨大叫道 我的确成了 天心老祖的奴仆 我的意识已经渐渐迷失 你快杀了我 听到烽火灵组的话 夜晨内心震动 全场修士们 也是错愕不已 目光又齐刷刷地 落在夜晨的身上 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居然降临到了玉莲城 夜晨在短暂的震惊过后 立即回过神来 心中挣扎瞬间 便已然决断 抽出轮回天剑 一剑向着烽火灵组 斩杀过去 烽火灵组已经成了 天心老祖的奴仆 意识渐渐迷失 等他彻底迷失 他就会沦为行尸走肉 杀戮机器 不会再记得以前的事情 只会为天心老祖办事 夜晨并不想伤害烽火灵组 但当此关头 他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别杀我爹 萧静满眼泪水 挺身出来挡住夜晨的剑 夜晨大吃一惊 急忙收剑退后 但在这时 一只苍老的手掌 破开了萧静的躯体 从他心脏前洞穿出来 他的心脏 都被那只手掌抓出来了 扑的一声 那只手掌 将他的心脏捏碎 萧静只来得及 回头看一眼 就看到烽火灵组 猙獰的脸庞 宛如野兽般凶狠 爹 萧静轻轻呼唤一声 旋即生机流散 倒地成了一具尸体 他死了 烽火灵组的手掌 从后背贯穿了他的躯体 将他心脏都抓出来 捏爆了 手段极其血腥 凶残 萧姑娘 夜晨看到这一幕 人伦惨剧 悚然大叫 烽火灵组退后两步 先是看了看自己满手的鲜血 又看了看萧静的尸体 眼眸里也受完凶残的一年 顿时剧烈地颤动起来 而后 他喉咙里发出一阵乌液 这股乌液很快变成了 撕心裂肺的大叫喉哭 我杀死了静儿 我杀死了静儿 我杀了我的女儿 我杀了我的女儿 烽火灵组大笑大哭 壮弱烽魔 如野兽般横冲直撞 撞开人群 跳落到那毁灭深渊之中 哭叫声又从深渊下传上来 十分甚人 经久不散 没有人敢阻拦他 全场修士 听到他的嚎哭 才知道他所杀死的人 便是自己的女儿 众人面面相去 既是惊骇 又是茫然 却不知烽火灵组 为何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玉莲城中的镇守强者们 相视一眼 当下就有几十个精锐的镇守者 也跳入深渊之中 去追寻烽火灵组 叶辰己司卿小莲三人 看到如此惊变 也是震害不已 叶辰冲到萧敬尸体的身边 想要救治 但他医术就算再厉害 又怎么可能救活一具尸体呢 然而在这个时候 萧敬的尸体却传出了一阵水声 而后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萧敬的尸体 居然化作了一个个的水泡 往天空中升去 飘散在夜空月光之中 渐渐不见踪影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叶辰怀抱里的尸体 就全部化成水泡升空 是水神天尊的庇护 叶辰见到这一幕 心中惊疑不定 他知道水神天尊骆青梨 一直在背后庇护着萧敬 如今萧敬死去 可能并不会真的云灭 骆青梨会赐给他心声 水神天尊 接他走了吗 祭司卿走到夜晨身边 看着夜空中 渐渐飘散的水泡 目光带着一丝迷离 不知道 希望他还能活着 夜晨叹息一声 尝试着沟通水神天尊 但没有得到回应 祭司卿道 想不到 烽火灵祖如此凶狠 居然连自己亲女儿都杀 看来 他已经迷失太深 真快要 沦为一具杀戮机器了 夜晨愤恨道 错不在他 都是天心老祖那老杂毛的错 祭司卿道 嗯 我去深渊下面看看 你先这和小莲 再下来与我会合 说吧 己司卿也不等夜晨回应 直接跳到毁灭深渊里去 司卿 夜晨叫了一声 大哥哥 小莲轻轻拉了拉夜晨的手 眼眸里满是七楚痛苦 夜晨回头一看 就看到他的断臂 上面残留的大木剑气 已经开始发作 甚至可能侵蚀他的心脉 一旦心脉被侵蚀 他就要被彻底埋葬 必死无疑 没事 不怕 我先替你治疗 夜晨看到小莲这副模样 也只好先给他治疗了 己司卿越落深渊 孤身一人 不知会遭遇什么危险 夜晨十分担忧 但想着几次轻视命运之主 甚至全力爆发的话 可以调动一丝因果律的力量 连夜林渊这种准先帝都可以杀死 想来在深渊之下也足以自保 夜晨稍稍镇定心神 便带小莲去治疗 他轮回之主的身份已经显露 玉莲城之中 几个顶层的长老亲自出来迎接 就在毁灭区附近的道场里 为夜晨准备了房间 夜晨带着小莲来到道场房间里面 两人盘膝而坐 她的手掌抵在小莲后背上 八卦天丹树光芒绽放 灌注到小莲的体内 在这股光芒的灌注下 小莲的伤口立即止血阵痛 多谢你 大哥哥 小莲松了一口气 苍白的面容也是恢复了一丝红润 回头向夜晨笑着道谢 她因为毁容 这一笑十分丑陋可怖 但夜晨并不介意 也没有露出什么嫌弃的神色 温旭微笑着回应 没事 举手之劳罢了 不用谢 她继续施展八卦天丹树 为小莲治疗 房间外面十分安静 毁灭区已经启动了警戒 将祭祀祈祷的修士们 全部赶了出去 周围空无一人 同时玉莲城的高层们 又从四面八方 调集精锐强者过来 随时准备与烽火灵族决一死战 烽火灵族乃是先帝级的强者 又执掌大木神剑 修为实在太过恐怖 玉莲城诸多高层们 都是坠坠不安 完全没有把握 许多高层人物顶层长老 都守在夜晨房间外面 现在夜晨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 轮回之主总能够创造奇迹 他们也希望夜晨能再次创造奇迹 诛杀烽火灵族 不然的话 烽火灵族如此癫狂 要是让他继续留在玉莲城 对玉莲城来说 绝对是一个灾祸 房间之中 夜晨为小莲治疗 只花了半个时辰 就治好他手臂的伤势 小莲断臂伤口结痂 很快就愈合脱落 但断掉的手臂 却是没办法再生长出来了 如果是一般的断臂 夜晨依靠八卦天丹术 自然可以令其再生 但小莲的手臂 是被大木神剑斩断的 那股恐怖的葬灭气息 即便是夜晨 也难以消除 只能替他修补伤口 好了 夜晨松开抵在小莲后背的手掌道 小莲看着自己的断臂 断口处已经变得十分光滑 没有一点伤口疤痕 好像他天生就是断臂的 他呆了一呆 眼神颇为复杂 最终回头向夜晨说道 多谢大哥哥 夜晨笑道 你照照镜子 手掌一抓 汇聚虚空中的水汽 画出一面水镜 小莲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顿时呆住了 因为她看到 自己脸上的腐蚀疤痕 全部消失不见了 她原本是被毁容的 但现在她的容貌 已经重新恢复了 镜子里面的是一张 精致清秀的脸蛋 肌肤充满少女的光泽 原来夜晨在替她治疗 断臂伤口的同时 也为她治疗毁容 与大木神剑的恐怖杀伐相比 小莲这点毁容 自然是不值一提 夜晨驱散掉她面容内 蕴含的魔物气息 再稍稍修补她的肌肤 就让她摆脱了毁容的困扰 重新恢复漂亮 小莲看着镜子里 笑脸的自己 呆滞发愣 然后喜极而泣 哭着向夜晨说道 大哥哥 我多谢 多谢你 她左臂虽断 但相貌恢复 内心喜悦之情 是远胜悲伤 夜晨笑道 好了 你留在这里 我要去深渊下面了 小莲知道 夜晨是要去寻找几次清了 大哥哥 我能跟着夜晴去吗 夜晨道 不用了 下面很危险 你留在这里就好 小莲无奈也知道 自己修为不够 有些丧气的 好吧 对不起大哥哥 我帮不到你什么 夜晨道 无妨 我救你也只是举手之劳 不需要你回报 你好好休息吧 说完 夜晨便出了房间 她心中记挂着几次清 只想立即到毁灭深渊之下 与几次清会合 她一走出房间 玉莲城的诸多高层与长老 便纷纷围了上来 向她行礼 intellig塔与园 0103 1002 9809 105 116 116 106